各位网友GDP虽然有很多弊端 但目前国际上把民意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经济体实力的重要手段 各国计算的方法不太一样 比如中国大陆产生很多的生产活动 不纳入统计数字 比如说房租 农村自建筑法 小型商业活动 法廊等等 但有的经济体把任何产生的 有形无形的经济活动都纳入统计 比如说房租 性服务 法律咨询 毒品 街头微小商贩等等 比如德国知事所在的德国就是这样的 据说美国也如此 另外听说印度把牛粪当做肥料 也纳入统计数字 本人声明因为无法找到官方信息 不保证印度牛粪GDP的真实性 台湾把三角贸易活动产生的差额 也纳入统计数字 GDP有参考价值 但请记住GDP不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实力的 唯一手段 不是 有的网友把GDP等同于收入 这是不对的 GDP是国内生产种植 而收入只是生产出了东西的一部分 举个例子 张三在他老家有一亩地 他干了一年 种出来的东西产值为1万元 不等于他的年收入就1万元 因为他要买化肥农药农具等等 假设这些投资加上农具折旧一共是4000元 他的年收入就是6000 关于人均收入 貌似统计方法五花八门 中国一般统计人均可支配收入 而且分城镇还有农村的 因为中国有城镇差别 德国的人均收入 德语词是 Botow Uncommon Poor Kopf 统计竟然几乎等同于GDP 高达每人4万多欧元 这完全是胡扯 为何这么说 因为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比如说2020年1月24日 德国焦点杂志理财版列出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提供的可靠数据 德国平均每位雇员的税后工资 为每个月1869欧元 这是有工作的人 就是说不包括小孩 不包括老人 因为这类人一般没有工作 那么就没有收入或者只是有养老金 所以这个例子有点像李克强总理说的 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少于1000元的大概有6亿人 德国这也一样大概40% 小孩老人他们也没有收入 或者只有少部分的养老金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 人均收入占GDP的比例 我无从知道 拿德国雇员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 1869欧元为例 假设德国的劳动人口60% 还有20%为小孩20%为老人 这都是假设 是个大概的数字 老人平均养老金 德国有统计数字的 大概是1200欧元 我计算出来 全德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每个月是1360欧元 算一年 我再折算人民币 大概是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 德国是13万人民币 当然有少部分人 他还有房租股票等收入 这没有计算进去 我只计算了工资的收入 房租及股票收入占比不高 也无法统计 在这里还给大家透露一下 在德国税后月薪 如果你是单身汉 每个月达到3440欧元 只和人民币2.7万人民币 你在德国就属于富裕阶层了 属于德国最高收入的那10% 已经超过中产阶级了 西方的中产和中国的中产是不同的概念 西方中产是指达到平均收入水平 可能就算中产了 大部分可能还是租房族买的车 可能还是分期付款的 比如美国把家庭年收入 在3万到20万美元 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试想看一个家庭 比如三口之家 每年3万美元 一年在美国连活下来可能都有问题 更别说所谓的什么中产阶级生活了 还有年收入20万美元 三口之家 在比如说加州的旧金山 或者是纽约市 像这个一样一个家庭年收入有20万 但是在那里可能活下来也有问题 所以就别提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了 我这几天自己找资料 做了一个统计和推算 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关于2020年到2040年 20年之内中国和美国GDP的数据 全部数据是以2020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中国国家统计局 今年1月份刚公布的数据为基础 因为是预测未来的趋势 大家当我一赢就可以了 不用当真 我在另外一个表格还把中国和美国 名义GDP把它放在一起作为比较 大家看这个趋势看得更清楚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统计数据 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国经济GDP预测 2020到2040年 19年或是20年 2020年的数据是今年刚才就是这个月 2021年元月份公布的是101.59万亿人民币 好 我预测今年可能GDP的成长是8% 通胀率一直维持20年不变都是2% 如果是经济成长 从2022年一直到2030年 维持6% 这也是可能的 从2031年开始一直到2040年维持5% 这也是比较现实的 好了 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 到今年年底 国民生产总值以人民币计算 会达到111.7万亿人民币 好 美元对人民币这个比价可能有升有价 所以我设置了9个可能性 一个是每年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 升值3% 升值2% 升值1% 或者是维持不变 因为去年年底是6.53 还有有贬值的 所以有贬值1%一直贬值到5%这样计算 我们就挑选几个数字来算 我们看到今年到今年年底 如果是升值5%人民币 那么到时这个比价是6.22% 那么按照人均的美元计算的GDP 会达到12,744美元 或是12,745美元 OK 如果维持不变 会12138美元 好了 我们看看 如果是贬值5% 是会达到11560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一扁就是降5% 升值就是升5% 相差1000多美元 好 我们看到2030年 到时人民币的GDP会达到227.5万亿人民币 比价就是1美元等于4块人民币了 因为它每年升值 是吧 到时人均GDP会涨到39,417美元 每个人 39,9差不多4万美元了 9年之后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很难实现 我觉得不太可能 OK 我们看到假如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6.53人民币 那么到时会达到24,198美元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 24,000多 25,000这样 好了 我们看到假如是每年贬值5%的话 到时会到14,855美元 有点低了 因为那么久才涨了 两三千美元 三四千美元 应该三千多美元 应该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在正负1%之间波动 我认为 我们看到我们的目标是2040年 2040年到时中国的GDP 以人民币计价会涨到447.6万亿人民币 好 如果是每年升值5% 到时1美元只相当于2块4毛6人民币 我觉得可能也有点悬 假如这样的话 倒是人均GDP 非常惊奇 你会达到12.8989万美元 也就差不多13万美元 是不是很多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可能 因为在这里你看相当于原来的10倍了 10倍10多一点 好 我们看如果是比价根本没有变化 到时19年之后中国会达到差不多4万9千美元 48962也就是说将近5万美元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正负一个百分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到时2040年如果是升值 每年升值1%会达到将近6万美元 如果是每年贬值1%会每年达到4万美元 对吧 你看看这一升一降这区别特别大了 最大的区别是比如说升值5%和贬值5% 你看这是差不多13万美元 对吧 如果是贬值5%的话 只有1.8万美元 你看相差了多少 连它一个零头都不到 对吧 我们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 选了几个年份 我们看看与美国的GDP的比较 这里是以美国名义GDP 名义我们就不用看什么 什么购买力评价我们就看 到时按照比如说人民币对美元 它的外汇排价就对比 然后折算成美元就可以了 刚才那个表我是从这个数据 我都是从刚才看表出来的 我们看到2020年美国的总的GDP 以美元计算是20.8万亿 中国是15.6万亿 都是我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中国国家统计局得来的数据 我们看到了当年就是去年 美国人均GDP是63,415美元 中国是10,839美元 因为是2020年的数据 所以这一行全部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都是一样的数据 好 我们看到到2021年 你看美国的总的GDP涨到22.15万亿美元 中国涨到17.1万亿美元 好 美国人均GDP 2021年会涨到67,127 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升值5% 会涨到12,745 好 我们看到如果是涨3% 升值3% 12,502 升值2% 12,381 升值1% 12,259 如果是不升值12,138 好 贬值的话 我们看到只有一万一千五百六 其他的我跳过 这个年份 2028年 我把它标出来 2028年 这个年份比较敏感 为什么 我们先看2027年 2027年美国GDP是28万亿 大概是这样 中国是27.6 或者27.7万亿 已经非常接近了 对吧 所以我标出了2028年 美国的是29.15万亿 而中国 你看看 中国是29.87万亿美元 就是说按照我这个计算 2028年中国总的GDP肯定会超过美国 这个好像英国还有很多国际上的智库 或者是媒体报道的应该是计算的结果 是一样的 我不是采用他们的数据 我是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推算出来真的是2028年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 好了 超过了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2028年美国人均GDP是82,346美元 对吧 中国如果是比价不变的话 是20891美元 也就是刚刚超过2万美元 就相当于美国的4分之1 对吧 好 这里中国的GDP按照美元的计价 这里都是按比价没有升没有贬的 就是这一项然后乘以中国的14点多 或者是13.9亿人这样得出来的总的GDP OK 以美元计算的 就是说这一项和这一项是对应的 这是总的 这是平均每个人的 我们看到2030年 美国的GDP会涨到31.5万亿 中国会涨到34.8万亿美元 美国人均GDP是87000多 而中国如果是真的 如果中国是每年成长5% 到时2030年就是从现在开始 9年之后会涨到39000多美元 或者是差不多10年 因为我觉得是到年底的这个数据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从现在1万多涨到差不多 4万差不多就是相当于10年后 就相当于原来的4倍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应该不太可能 或者是特别不可能 OK 我们看假如 比价还是和原来一样 这个外汇排价和原来一样 都是还是6.53 1美元相当于6.53人民币 到时会涨到大概是24,198 就是说差不多25,000美元 这个应该有可能的10年之后 好 我们看到 假如每年贬值5% 到时只有14,000多美元 15,000都不到 10年只涨了4,000美元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因为按照过去几十年的经验 肯定中国这经济会比较快速的成长 虽然今后可能成长的速度 没有原来那么快了 因为体量大了 所以成长率肯定没有原来高 我所以预估从2021年到2030年 只有6%的成长率 这可能还是有点高了 5%点多可能是比较现实的 我就算6% 我们跳到2040年 美国的GDP是会44.47万亿美元 中国的假如汇率跟现在不变 会68.5万亿美元 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1.5倍 还多一点点 可能更有趣的是 如果每年人民币 每年甚至5%到2040年 就是20年之后 中国平均GDP会差不多13万美元 12.89万美元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不可能差不多13万美元 不可能 OK 假如汇率不变 那是人均差不多48,962 对吧 我认为最有可能就是正负1% 对吧 也就是升值或者是贬值1% 都有可能 如果是升值1% 到时2040年中 我会达到大概是人均6万美元 是2040年之后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相当于现在的6倍左右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实现 或者是如果汇率不变 将近5万美元左右 我们看到如果是你看 贬值1%和升值1% 你看相差了差不多2万美元 这里对吧 更有趣的是 如果是每年贬5% 到时2040年只有18,000多美元 我们看如果升值5% 这里记住是18,000 升值是12.8万12.9万 也就是贬值的 到时人均GDP连升值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这个反差也太大了 对吧 这里我们再看看2040年 更有趣的是我刚才在背后算了一下 我算了一下 如果是每年升值 比如说5% 到时如果折算成美元 大概是180万亿美元 你看看180万亿 这是68.5万亿 相差很远 假如真的每年升值5%的话 到时是180万亿美元 美国只有44点多 就是20年之后 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4倍 这个我觉得太夸张了 也没有可能 其实GDP核实中国的 一个是总的GDP 核实超过美国 这个是国家政府可以调控的 就是说我从外汇排价 比如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还是贬值 哪怕一两个百分点 每年一两个百分点 你看得出来的数据相差的数据特别大 特别是这里最后就是20年之后 这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其实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自己影响 不管是人均还是总的GDP 核实超过美国 如果大家想韬光养晦 那就贬值升值慢一点 或者是贬值快一点 这样就可以延续超过美国的时间 对吧 如果问我的意见 我觉得最有可能中国人均GDP 是在正负1%之间 也就是这里是升值每年升值1% 或者是每年贬值1% 大概在这样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起见证2030年的时候 中国人均GDP大概是25,000美元左右 可以这样说对吧 25,000美元左右 2040年假如我到时还在的话 人均GDP能不能达到5万多到6万美元 大概是这个幅度5万到6万之间 这是比较有可能的 到时中国人均GDP可能会达到世界的 怎么说 与每个经济体 有的时候是2万3万人的经济体一起排 应该在30位左右 30 因为现在是60多 到时进到30左右 应该是有可能的 好吧 到时我们一起看看 现在就这样了 大家记住这个 一个是2028年 中国的总的GDP超过美国 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乐观的 估计可能人均GDP 2039年也会超过美国 你看这里11.3 这里是11.4 或者11.5万美元 即使这样如果汇率不变 我们可以看到2040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GDP以美元计价 也等于只有美国的大概4成多 对吧 4成多不到5成 这里你看49,000 这里是11.6 所以中国应该是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 因为一直要发展 一直没有超过 即使超过了还要往前发展 才对对吧 所以真的是如果是平均的话 任重而到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外汇排价 没有任何变化 一直都保持1美元6.53人民币 刚才说了可能比较乐观的是这个 稍微悲观一点 是这个就是就在这三个之间 大概是这个幅度 我认为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说了这是意义的 完全是根据我一些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 在那个基础上我推测出来的 比如说推测美国的 我说它每年的经济成长 比如说今年是5% 然后是2.5% 或者是最后是2% 这对美国来说还是算也是比较现实的 所以这样推算出来之后 到时你看计算出来的 我觉得也不是算特别易赢 反正它有一定的基础推算出来 不是随便推的 我再啰嗦一次 我就说了你看按我这个表格 也是2028年中国的总GDP会超过美国 对吧 所以还是有一部分道理的 好了 说来说去我得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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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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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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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